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老杨的节目 如今父母都是这样,为了让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都选择了奉献自己 对他们来说,前半生的任务就是养育子女健康长大 接着是帮助子女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而最后就是享受子孙绕息,和家幸福的生活 不管在哪一个过程里,父母的付出都是无私的 很少有父母会为了什么目的,才为子女付出 然而,反观很多子女,却把父母的付出和牺牲当作是一种理所应当 认为父母生来就是帮助子女的,如果不帮,那就是自私 甚至有些子女还会以养老相要挟,让不少父母心寒不已 58岁的周阿姨就对此非常有感触 过去一直对儿子很宠爱,什么都帮忙,办得很周全 给儿子买车,买房,娶媳妇 退休后还帮儿子带了三年娃 如今孩子上幼儿园了,周阿姨想和老伴一起去旅行 结果才刚开始,却被儿子儿媳责骂败家 这让周阿姨十分伤心,一气之下改变了对待儿子儿媳的态度 周阿姨自述 从明天开始,房贷自己玩,孩子自己带,别想让我出一分钱 这是我前不久发给儿子儿媳的一条短信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这样做太无情了 做父母的多少孩的帮帮子女 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觉得就这么一个儿子 就多为她付出一点,谁知道头来,却以失望和心寒收场 我今年58岁,退休三年多 原本刚退休的我是打算去老年大学上上课,学点东西的 然而恰巧退休没多久,儿子就电话过来 说儿媳怀孕了,已经四个多月 打算五个月的时候就回家养胎 让我过去好好伺候 听到儿媳要生二胎,我和老伴很是高兴 一胎生了宝贝孙子后 我们就一直期望能再要个孙女 但我却不喜欢带小孩和伺候人 过去伺候生病的婆婆已经让我十分造心 所以一胎孙子我都是花钱让儿子请亲家带的 如今儿子让我过去伺候儿媳 我也说可以花钱再请亲家来照顾 或者请保姆给他们 儿子就是不肯 说一胎我还在上班,没助力可以理解 如今二胎,我退休了就应该亲力亲为 儿子更说身边同事朋友的父母 退休后都是主动帮儿女带娃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 说实话,当时儿子这么一说,让我也是没法反驳 在过去我们确实少了很多亲力亲为的帮助 作为爷爷奶奶的我们,也确实要为孙辈做点事 就这样,我无奈地放下了去老年大学学习的事 奔去了儿子家,伺候起了儿媳养胎 顺便也帮忙接送大孙子 刚开始,还觉得这些事情很轻松 就买买菜,做做饭,陪儿媳去检查 接送下大孙子 但是后来没多久,儿子就跟我哭诉 说儿媳养胎了,大孙子又上学 她压力很大,想让我帮帮她还贷款 我当时也看得出儿子辛苦 而自己退休金也有四千多 就算帮忙还儿子的房贷,也还能剩下不少给自己零花 于是也没想太多,就觉得帮儿子顶一下暂时的压力吧 就这样,每个月拿出三千二百多,帮儿子还起了房贷 后来,儿媳真生了个女孩 让我和老伴很高兴 一次性就奖赏了儿媳两万元 并且我也主动帮忙带起了孩子 想着儿媳恢复好后早点去上班 帮儿子分担养家压力 也好让我这个老太婆早点脱身 谁知儿媳生完二胎后 又待在家里不回去上班了 每天吃我儿子的也不让我回去 我也不敢直接说她 就跟儿子说了几句不满 可儿子却跟我说 儿媳生完二胎身体走样了 要等恢复好才去上班 然后叫我多担待点 好吧,生娃确实很辛苦 也对女人的身体影响很大 这我能理解 所以我也没说什么 但是儿媳在家休养却非常懒惰 两个孩子和家都丢给我 二胎孙女四个月大的时候 儿媳为了保持身材 就给断奶了 然后又为了减肥速身 花了不少钱去练瑜伽 做媒体等等 两个孩子都让我伺候 还好大孙子懂事 可以自己上下学 回家也会自己做作业 不用操心什么 但是二胎孙女却十分顽皮闹腾 让我一天忙到晚都没得休息 不过,戴刚出生的婴儿确实是这样的 我也就忍着 而儿媳呢 身材锻炼回来了 依旧是大美女了 可她也不着急去找工作 天天拉着一帮好姐妹 不是逛街就是旅行的 儿子也护着儿媳 老师在我面前说 她生了二胎很辛苦很不容易 就随她放松一下吧 一晃两年过去了 二胎孙女都可以上小小班了 儿媳还是没有上班 不过儿子那会儿 也升迁了 工资涨了不少 在每个月有我帮她还房贷的情况下 她负担两个小孩压力也不大 所以我就放手 让儿媳自己去操持两个小孩 我回家去了 而我选择回家 也是因为我老伴刚好退休了 我们曾约定退休后 就一起周游全国的 其实我们也不是天天去旅行的 就一个月两次 预计花销也控制在三千左右的 而且我老伴职位比较高 退休金也比我多 每个月有五千元 加上我们本身有不少积蓄 所以这花销对我们来说 也不算奢侈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一开始 儿子儿媳并不知道我们这计划 旅行两个月过后 儿子儿媳看到我们两个月旅行了四五次 就有点不满了 儿子直接电话过来 说我们这么悠闲 就应该帮帮他们带娃 还说儿媳为了带两个孩子 已经憔悴了很多 当时听到儿子说这矫情的话 我真的想一口对过去 过去我一个人伺候两个娃 都没喊累 如今孩子都上学了 他累什么 还想要我们过去带娃 那我们过去了 他就当少奶奶 让我们伺候吗 不过 我也没有把怨言说出来 只是委婉地跟儿子说 等寒暑假放假了 就让两个孩子跟我们住 我以为这样的安排 儿子儿媳那边会很接受 可儿子却一个尽力含苦含泪 让我听得很是难为情 于是就和老伴商量 我们不去带娃 但每个月两个小孩的五托费 我们来出吧 而且我直接把退休工资卡给了儿子 意思是里面有多少钱都给他们 这么一给 儿子儿媳倒是挺满意的 时常还会关心我们 叮嘱出行注意安全 可前不久 清明扫墓 儿子一家四口来家里 我们短暂相聚了下 在饭桌上 谈及我们往后打算想要旅游的地方时 儿子儿媳就突然不爽了 儿子让我们不要走太远 去附近走走就好 我则说 想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这钱花得很值 再说了 我和他爸都年过六旬 黄土买半截了 再不趁着现在好好出去走走 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 儿子也没话可说 但儿媳却还一个尽力计较着我们说 爸妈 你看我们两个孩子都还小 你们旅行几次 见识下失眠就可以了 省点钱帮我们好好养育小孩才是重任啊 听到儿媳这么说 老伴直接开口说了我们的旅游预算 其实我们也花不多 一个月两次远途的 五天四夜和四天三夜的 我和你妈也就不到四千 还挺划算的 什么 一个月你们光旅行就要花掉四千 这也太奢侈了 花这么多钱到外面 也不帮我们分担下养娃的压力 爸妈 你们真够败家的 儿媳怪里怪气里说道 当时 我听到儿媳说我们败家 我憋了许久的气就上来了 儿媳啊 你说我们奢侈可以 但要说败家就过分了 我们两夫妻旅行 也没有花你们的钱 都是我们自己的退休金 我们花了这些钱 也没影响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谈何败家 儿媳还没完没了 妈 你们见过谁家父母退休了 月月花四千多去旅行的吗 我敢说就你们这一家 别的父母都是拿退休金帮 儿女减轻压力 而你们却自己逍遥快活 所以 如果你们这不是败家 那算什么 我也火了 说 我给你们小两口的贴补还不够多吗 不过说完这句话 老伴就制止了我 他说一家人 又是过节的叫我不要发火了 而那天的争斗也随着儿子一家的离开而消退了 但那天儿媳说的话 确实让我和老伴都很心寒 不过我们也试着看淡 不去计较 过好自己就行 依旧照样去旅行 可是 儿媳看见我们去旅行 就作妖了 在朋友圈里抱怨 说我们做公婆的很自私 有钱也只顾挥霍 也不帮忙带娃和养娃 也跟我的几位侄子侄女吐槽 说我们很败家 天天旅行 一分钱都没存等等 那时候 亲戚朋友都以为我们为了旅行 儿子孙辈都不顾了 在背后对我们夫妻议论纷纷 让我和老伴十分没脸面 当时我找了儿媳 要她管好嘴 可她却说 她是根据事实说话 我一手养大的儿子 也向着她媳妇说话 跟着一起对我 看着他们夫唱夫随的模样 我再也没忍气吞声 并决定不再惯着儿子儿媳了 当晚就给儿子发了短信 从明天开始 房贷自己还 孩子自己带 别想让我出一分钱 不管儿子儿媳看到会什么态度 但他们的电话我都没接 第二天 我就去银行 把工资卡密码改了 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天了 我都没和儿子联系 老伴说我别太过火 想让我退让一步 但我觉得 只要我低头了 他们就会得孙尽尺 以后更会无休止地向我们啃老 所以我绝不退让 这就是周阿姨的故事 周阿姨断掉了给儿子儿媳的贴布 并且一直要坚持到他们低头 大家支持周阿姨这样做吗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